黄马传奇队和罗马传奇队进行了一场慈善赛 黄马传奇队方面 罗纳多 飞哥 劳尔 卡洛斯等银河成员都出席 本场比赛最大的焦点无疑是大罗 时隔十年之后 他又重新披上白色战袍为黄马效力 而令人心虚的是 当年风时电车的外星人 如今已经胖成了这个样子 由于大罗受陷于身体原因 大罗本场比赛只踢了33分钟 但是这仍然不影响罗纳多球迷 向他卸上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这场黄马对罗马的元老赛中 前西班牙国角莫林特斯 投球为黄马先拔头筹 随后飞哥用一记20码的浮现自由球 扩大比分2比0 之后莫林特斯 没开二度为黄马再添一分 由于黄马传奇队强大 自然占尽优势 最终黄马传奇队 以4比0大胜罗马传奇队 MTV7综合报道